是几千米啊 不是说一掉下去 一掉下去几千米 他全部检查完了才让我们进去 可以了 但是他就擦了东西 这边不能走 这边你们只能在这个环境 这个区域里面这样 所以说我们好像嘴上说一说 觉得去没有人拍过的地方很兴奋 但其实因为没有人拍过电影 所以一切都是未知的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 现在看到影片的效果 在那边拍电影还学到 那种叫做环保的意识 我们站在高山拍的时候 那个人跟我讲 下面的冰川以前跟我们一样高 现在掉了一百多米 而且那个山给他推到那边去 以前本来是在那边的 现在已经推到那边的 越来越融化了 没错 其实到了那个现场 你对于全球大气的变化 会有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 可能通过这样的电影 带大家用眼睛的方式 去看到这些 可能你会有更加身临其境的感觉 米娅说一说 女生到这么寒冷的地方 拍电影 到冰岛 什么感觉 其实感同身受最多的就是有趣吧 因为我们的美术老师 在现场搭了很多的雪人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看到的 刚刚也说了 还去冰岛 我觉得自己是活在梦境 太幸福 太开心 终于跟Jackie Chen 打到这个对手戏的感觉 对 但是很奇妙的感觉 同时非常兴奋 但是很紧张 就觉得好 然后大哥会指甲 哪一出那一腿呢 我就怎么倒 然后我会想好 然后在下一个秒 就说出一腿 我踢的这个是成龙大哥 我出不出啊 这一对 倒也踢不踢啊 又是个力道啊 对啊 对啊 甚至保险都很贵 那我觉得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成龙大哥一路一来 你非常喜欢 这个提携晚辈 跟年轻人合作 但他其实对 对手的男演员 对徒弟要求是很高的 你这次拍完电影以后 到底有没有跟大哥 学到一些真功夫什么的 要不要跟我们现场 展示一下成果 好吧 要看了 我们就不想看 你现场打成龙 因为这个是个大事件 我也不敢 你自己要 用什么方式来 我们展示一下 你的这个 我做一个 我练了很久的动作 但是我看 是大哥的电影常用 练了很久 这个动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 马上就要春节 不错 不错 大麦点 对对 我们现在倒三点 倒三点 倒三点 这个是蛮危险的 第一你看不见 后面 你叫往后翻 再站起来 这个倒三点 而且就是凌空 李宇大臣 往后很肉 很行吧 大哥 行行行 可以啊 不错 你这个联名做还不错 大哥说起来就一定行了 不错 不错 我感觉导演也是很惊讶的感觉 因为他没有练过 自己练就不错 自己练的 这个动作太帅了 然后怎么着都得学回来 给大哥看一次 刚才你们都拍到了吗 拍到了 现在高科技没有拍到 他们就什么叫震过去 马上就可以 你震过来 你震过去 要是以前就麻烦了 可能你要做实验 才可以拍到一组 好 这样 你刚才我觉得 刚才你上来 其实不是我难为你 是我那个主办方说 让我给你出个难题 李志廷完全经得住 这样的一个考验 接下来是你今天要面临的第二个考验 这个就难了 你准备好啊 志廷 好 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 最残忍 最困难的问题 马上你要来回答 好不好 我手没动 对 这个问题呢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如果 现在 成龙大哥 和我们美丽的 印度女演员 Disha 共同一起 到水里 你先救谁 好好回答 这个不是个问题 这是现实发生 而是事实证明 他们都去救Disha 他们都去救Disha 那你是不是应该来救大哥 对 所以既然大家都去救Disha 大哥是我记不住的男生 我一定是救男生 我救大哥 好不好 后三 他救我 我当然把Disha 救上来 之后把他喊下去 是这样的吗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 是开玩笑 因为是真的在冰岛 对说 发生了这个事情 对不对 导演 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在 哇 那一幕冷得不得了 那一幕 因为我们派系 拿着机器出去 戴着手套 都冷到 那手套全湿透了 那我们拿着机器 都拿不住 这痛啊 不是冷 是痛 车 关键 进去 后 进来 到 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